大家好,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现在我出门,今天去吃一家 据说是北京前三名的日本拉面 顺便给大家解锁一个新人目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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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要来朋友 我天呐,快看我的小屋 怎么了 你刚刚还在我的家台店表里面 是吗?谢谢 我一定要请您喝一杯 啊,想不到能白瓢 天啊,我就瓢一下吧 所以你现在的需求是提神还是扛饿 我现在的需求是 好喝,不要扛 那我给你做个拿大铁,带奶的 好,谢谢你 所以你们这家叫什么,叫大小咖啡 是的 我天呐,我每天晚上吃掉之前 还有打起来就先刷一遍你的小红书 哇,谢谢,那我的努力都更新了 我更新的好慢的 但是不妨啊,我有的时候去看两三遍啊 总到是前天才下载小红书 嗯,谁说新人物 哇,这环境好棒啊 那是你们的提问是说最高的小红书 就是因为讲说有一些你喜欢的人 你在上面就看那种真心是吧 我给你做一个带小课条 我们边里的课書 好 我想能够拿铁上去的私人家做过 大家来什么 所以你现在出事 会被人认出来的几率很大吗 很大,因为胖明显 哈哈哈哈 前天我去修脚,以后昨天我就收到私信 嗯 有人问我说 修脚舒服吧 哈哈哈哈 哇,好吃惊 你这个多少钱 我现在就是不想买那个他们都说的那个 买了就太贵了 如果你一个人就罗德 对,就罗德那个 对 我这个跟罗德一样价格 但是呢,我这一拖二 罗德只有一拖一嘛 什么叫一拖二 就是我这个可以别一个 你这里可以别一个 就可以同时收两个人的声音 对吧 让我别人吗 不用别人,你放这就行 这两个人的声音都说得比较清楚 嗯 但罗德同样价格呢,就一拖一 只有一个人 但是平时你是一个人出镜的话 你就OK 嗯 所以这杯是什么呢 这杯是大小特条 大小特条 有什么特色呢 它的味道常来 特别像是港式月亮奶茶 哦 然后它用的是如意宝茶粉 然后还有黑桃 还有牛奶 也是一种奶茶 哦 嗯 我看到了,你们放在第一个 就是最招牌的 嗯 哦 今天解锁一个新人物 我本来想在拉面馆里面介绍你的 但是在这里就已经偶遇上了 哈哈哈哈 我也没有想到 我到现在唯一一次被认出来是在东方军月 然后后面又去买了一次蛋糕 嗯 然后我当时不是在三连拍了一个军月的黑森林吗 那一个阅读量应该是最高的一期 然后军月的小姐姐说 谢谢你们 我要送吃巧克力 然后我当时就 你知道我本来是蹲在那还想拍另一个的吗 嗯 然后我叭就掉下去了 就是我整个人就 你知道我在他上他说 我知道你一定送了 然后我就人就倒下去了 然后我就逃走了 这位是很懂美食的朋友 梅小姐 大家好 我是梅先生 嗯 然后字幕打出来 第一站吃肉的梅阿婆 微博吃肉的梅小姐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看你的Vlog很开心 有美食支持啊 又有很多开心的点 我现在还在找自己的定位 嗯 在之前还是在三连嘛 然后现在就自己在弄 所以有很多东西 反正大家看了就觉得怪怪了 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嗯 就是 就是你把作品做出来了以后 你会很紧张 就是比如说我把东西弄出来了以后 我弄的过程我很开心 但我一旦要发布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痛苦 就是我会觉得这东西肯定没有人看 哦 然后我就不敢 就是哦 我这个只是为了这个平台发的 我就在这个上面做 哦 为什么要发到别的平台去 哎呀 没有人看的吗 一开始我也很紧张 但是后来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你知道没有很多人看了其实 对 没有很多人看 就你花了这么大经历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人看的时候 它一方面会让你很失落的同时 你就 你慢慢被迫调整平常的现象 对我已经经历了失落的那一部分了 你知道我发B站头三个月是没有人看的 流量没有超过一千的 流量没有超过一千的 后来但是后来慢慢 但是后来慢慢 对 整个整个一个过程你整个一个心态 对后一开始我跟你的心态是一模一样的 嗯 有什么保障up啊 up主啊有什么百万up主啊 嗯 有什么就很多支持的 嗯 对 然后就是得到一个一个动力 还有一个就是 后来我看到厦门有个硬邦邦邦 帮主她是她也是做美食她做海鲜 嗯 她也讲很多美食的知识 嗯 但是我看她的号的时候她很少粉丝很少的 嗯 后来慢慢慢慢的她到了十万粉丝了 她拿着奖牌给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嗯 哇我才知道人家做了四年才能达到十万粉 到那一期我看到她那一期的时候 我的心态已经完全放平了 嗯 你想想人家做那么优秀 做四年才被欣赏 才能达到十万粉 嗯 但是我在做这些事情上来 我就会很担心 比如说你就很敢讲 你可以你敢在店里也讲 哈哈哈 我感觉如果吐槽的话 就不会被人讲 其实我吃过很多差的店 但是我都没有剪出来 剪出来其实挺精彩的 但是 我觉得差到已经不足以我花精力去把片子剪完 加字幕 嗯 不配我花这个精力来做了 所以可能大家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我赞的餐厅 但其实有很多差的餐厅 我是懒得剪出来 所以西贝那一集到底你是最后是在赞还是不赞 西贝那一集呢 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的 因为我对西贝也是现在西贝真的很难吃 我也不想去 但是他出这个他就明目张胆的摆在门口 他就宣传自己是速热食品 嗯 我就故意想去试试 然后想去踢场子 这你后面不是反转了吗 对 因为他作为一个速热食品来说真的好吃 所以他这个技术确实是很值得肯定的 那你会啊 哦对 后来我们俩约吃一家据说是北京前三名的日本拉面 这也是我们那就是我们一小群人眼中特别特别喜欢的一家 然后呢梅山在喝咖啡等我 我一到这里被店里的小姐姐认出来 所以小姐姐送我一杯好喝的大小特条 这杯咖啡真的是加了什么东西 这个好独特啊这个味道 它里面就是加了如意宝茶粉 然后还有我们手工熬制的黑糖 然后它是一种奶咖可以给它鼻子的 嗯 它味道很像早期鸳鸯奶茶 对所以哦对你说这个鸳鸯奶茶 就真的它不像拿铁不像咖啡 嗯 它那个味道有点像可可又有点像茶 嗯 这店的环境不错哦 有光线又很好 感觉把人都拍漂亮了 我从桥湾地铁出来一路走了一片胡同 有看到很多老院子 感觉这边哇感觉特别好 感觉真的是到了老北京的地方 有几个院子我进去看哇有些古术特别好看 所以推荐大家来就附近逛一逛 来喝下这个大小咖啡 这杯真的不像咖啡 大家可以试试别的 这边现在汇集了很多反正我觉得品质其实还很不错的店 嗯 光红我们去吃的面汁油的拉面 我会觉得在北京真的是能排前三啊 嗯 然后呃你们这是一个 然后前面还有磨磨喳喳嘛 是那个叫什么 贵州菜叫什么也叫磨磨喳喳嘛 对对对 那家贵州菜也是挺好吃的 然后隔壁的那一家月西一开始很好吃 我觉得月西一开始很好吃 月西我收藏了很久 所以我本来跟他约的是月西 嗯 后来梅山说现在普通了是吗 嗯 我去月西吃了三次 然后他一开始我去吃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哎就是他包括他当时会用那种芥菜的菜心啊 嗯 这种品质OK 挺好的用心很不错 觉得不错的时候你那时还没有去广东 有这个原因 但是我再吃第二次也还没去广州 嗯 当时我吃了他们家的那个就是叫什么 捞起的那个鸡啊 嗯 那个鸡真的是好差啊 现在北京很多家都在做做的好的很少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能怪他们 就是你北京能获取的鸡的鸡元真的是 嗯 就没有办法 对 就当一个城市根本没有办法去 并且现在最近这半年开了很多这种月菜 或者说顺德菜 嗯 就是街宝这种餐厅开了很多 但是 我觉得他们用力气都用在了装修上面了 你看比如说肥福 我听说他们花了五千万来装修 像什么 什么月凤老啊 有什么什么 又花了一千多万来装修 然后菜品 嗯 低于期待值 对 大家似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 有没有人过来拍 拍完你好不好看 能不能把它宣传出去 对 梅山以前有很多Vlog 很精彩Vlog 在三连美食这个号 对 之前我看你在三连美食 我都建议我都想建议你自己开个号 真的 很好 但你现在终于自己开个号来再发 所以大家要看他以前的就去翻三连美食 我们可以聊一下等会儿要吃的这家店 面之友 面之友我原来最早知道这家店的时候呢 嗯 嗯 只是因为我住这儿 嗯 然后他开在前面 我发现AE评价很高 然后后来我带了两个在日料方面还比较精专的朋友 第一个我跟你提过 雨前眼间 就是早年网红 过期早年 对 很红很红 另一个朋友叫周磊 也是一个做自媒体的 然后在日料方面他做了一个账号 也是非常专业的 所以我带周磊和雨前来吃 然后他们两个都分别认可面之友的汤底 嗯 是北京目前而言做的最认真和最用心的 嗯 他的面可以做的更好 嗯 他不是自己做的面 但是汤底确实很好 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带你去个地匙 好 大家喜欢这位小姐姐吗 下期就发我们探店拉面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谢谢大家